那我主要負責是文案 就是我們是一個團隊 然後負責文案的製作 還有一些黑函的 的撰寫 你剛才如果說 我是替謝伊凡撰寫黑函 你聽出去 我天啊 沒有說有一天出去說 我是替柯文哲寫黑函的 哇 天 哇 這一次我們就掛掉了 差點以為連黑函寫手 都來應徵幹部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廣發英雄帖 找各路好手加入競選團隊 要面試發言人 前主播也來了 即使是同一個政治議題 我認為他也可以 透過不同的網紅來合作 觀眾是透過卡梅拉正式 所以你要把 你對卡梅拉講話 什麼要種熱情 這一波海選年齡 從20到67歲都有 以25到39歲比例最高 要從上千份履歷中 找到人選之人 柯文哲平得認真 但相較藍綠競選團隊 陸續公布 柯文哲的何時才能就位 這個選戰一定是越到後取 需要的人越多的 所以不可能第一次第一瞬間就全部聘滿 有募到錢 所以現在可以開始雇人了 所以我想是這樣 這個如果經費多一點就 人就雇多一點 照浪者越多越好 畢竟柯文哲一開口就有話題 就連跟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的海事山盟 劇情不斷翻轉 兩人一團和氣變成兩陣營爆火器 合作還有譜嗎 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過程當中不明有一些摩擦幹什麼 我想就就就給他 我們都講往好的方向想 老郭跟我是這樣 他有時候想到就會發簡訊給我 這樣就好了啊 有保持聯絡 他也不要為了見面和見面嘛 強調跟郭台銘沒問題 郭柯有沒有得和 除了兩位主角的信任基礎 還得看雙方的照浪者 怎麼讓劇情發展下去 TVBS新聞 洪富華 富定華 麗品 艾森小組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